2020 香港商界最關注的十件大事評選揭曉棋盤獎禮 3月2日下午在香港商部大廈舉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視像支持 對評選活動圓滿舉辦表示祝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二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謝聰海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忠賢 香港商部常務副社長兼執行總編輯張寶卿 香港商部董事總經理張介嶺 中期長壽科學集團執行董事曹仲等擔任主例嘉賓 根據由本港商界領袖及專家組成的評審團委員意見 以及統計66,329封來自香港、內地及其他地方 商界及讀者投票信涵及網上投票 香港國安法實施社會由亂向治 新冠疫情事虐全球 香港8,800多人染疫 以及香港國安法顯威 國安處依法拘捕黎智英、黃之鋒等人 成為去年商界最矚目的頭三件大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過視像對頒獎禮發表致詞 他表示以去年6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評選結果首位 說明恢復社會穩定香港長治久安是商界期盼 而香港國安法也只是香港的定海神針 只有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一國兩制才能夠行穩致遠 香港才能夠安定繁榮 因此特區政府會繼續揭力維護國家安全 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同時鞏固及提升香港有利營商的環境 令商界的朋友可以大展拳腳 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 林鄭月娥提到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反覆 令各韓國業飽受打擊 亦令普羅大眾生活大受影響 政府一開始就嚴陣以待應對疫情 並同樣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商界的理解及配合下 至去年11月下旬爆發的疫情已受到控制 讓政府可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安序重啓經濟活動 並且在近日啟動了疫苗的接種工作 香港商部社長陳仁因為公務在外 而發表了書面致辭 由常務副社長兼執行總編輯張寶卿代為宣讀 陳仁在書面致辭中指出 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 對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及經濟民生 都帶來嚴重衝擊 中央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全力支持香港、抗擊疫情、恢復經濟、發展民生 並且就香港國安立法等作出重大決策 香港迎來由亂向自的重大轉折 令港人更深刻體會香港的命運及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 評室 評論 評論